怎知人这次的真主之名 不信道而且妨碍主道的人们,真主将是他们的善功无效,信道而行善,且信仰将是穆罕默德的天经者。 那不天经是从他们的主将式的真理,真主将奢用他们的罪恶,改善他们的状况。 那是由于不信道的人们遵守虚伪,而信道的人们遵守从他们的主将式的真理。 真主如此为大众设许多比喻,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的人们的时候,应当斩杀他们, 你们既战胜他们,就应当俘虏他们,以后或释放他们,或充许他们属生,直到战争放下他的重担。 事情就是这样的,假若真主抑郁,他必惩治他们,但他命你们抗战,以便他与你们互相考验。 为主道而阵亡者,真主绝不窥望他们的善功,他要引导他们,并改善他们的状况。 切实,他们入乐园。 他以为他们说明了那乐园了,信道的人们,如果你们相助真主,他就相助你们,并使你们的脚步稳固。 不信道的人们将一蹶不正,真主将是他们的善功无效,那是因为他们厌恶真主所降世的经典,故他将他们的善功无效。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履行,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? 真主又毁灭了他们,不信道的人们将有同样的结局。 这是因为真主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,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。 真主必定要是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如夏林祝贺的乐园,不信道的人们在今世的享受,是像新生序一样的饮食,活跃是他们的归宿。 在许多城市及居民的市里,上过那驱逐你的城市的居民。 我曾毁灭了他们,他们没有任何愿助者。 依据丛主降世的民阵者,与那为自己的恶性所迷惑,而且顺从私欲者是一样的吗? 畏惧的人们所谓,应许的乐园,其情况是这样的。 其中有水河,水质不符,其中有乳河,乳味不变,有酒河,饮者称快,有蜜河,蜜质纯吉。 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,含有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舍诱,永居乐园者。 难道与那永居火域,长饮废水,长冲冲断的人是一样的吗? 他们中有些人静听你的演说,等到他们从你的面前出去的时候,他们对有学识的人说。 刚才他们说什么? 刚才他说些什么? 这等人,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,他们顺从私欲,尊雄正道者,真主将引导他们,并将生有的报酬赏赐他们。 他们只等待复活时突然来临他们,复活的征兆却已来临了。 当复活时来临的时候,他们的觉悟对于他们的觉悟是一样的。